各位朋友 今天进行我们的 樱桃树下 老西花 今天给大家 请到这位特别来宾 可以说是 非常迷人的小妖精 大家对她是非常的喜欢 而且又多才多艺 能够有很多的表现 在演艺圈方面 跟她一起出道的人 现在已经转换成 比较成熟的女人了 然后她还是停留在 少女的阶段 而且她的歌迷也都是 非常年轻 到底是谁呢 来看她的小展开 人家最关心青少年的 歌坛女王 从小她的功课就是 呱呱跳 最近公开承认 她谈过三次恋爱 今天咱们来听听 她的老实话 所以今天 跟你一起出道的 不论是这个邱海震 现在你当老师了 老师了 大学的老师 方文林呢 好像也变得比较成熟的女人 只有你呢 还永远停留在 这个少女的型 这个时代 是怎么回事呢 一方面 我出道的时候 就比较年轻嘛 我出道的时候就17岁啊 那当然到 真的啦 我出道的时候17岁 那出道什么呢 六年了 六年了 那现在也不过24岁 不要好可怕 对啊 打回去 那所以啊 所以 对啊 我说的是实话 屁股你们三位同胞 同伴啊 屁股的那个 同胞 那个方小姐啊 老师有些这个恋爱新闻 只有你好像都没有什么 特别的这个恋爱新闻 你好像是不是都处理得很好呢 我处理得很好啊 真的感情的处理得很棒 对啊 我想好好练 因为衣服就是 很智慧的 很容易啊 智慧 不是啊 因为 因为 我很冷静啊 我不太容易谈恋爱 不太容易 只不过 只不过呢 只有三次恋爱而已 没有 没有 那是处导的 下一次啊 很轻哦 那你几次吗 这个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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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来看看 他第一次谈恋爱 是怎么失败的好不好 第一次 因为自己年纪比较轻嘛 那那个时候就是 觉得 跟这个人在一起 就要嫁给他 人家有 人家有决定要娶你吗 就是没有啊 不忘记 所以第一次其实是 因为太 年纪太轻了 我们还不太会谈恋爱 来 我们看看他到底 自己怎么说的 是那个原因 因为 我第一个男朋友是 他不要我 但是我是希望可以嫁给他 那但是 我发现 可能我们年龄悬殊太大 因为他年纪 蛮长的 好像吗 人不长 大我大概长近 我想是十岁以上 我才十岁 所以我想 所以我想 对啊 那现在 那现在 后来再认识这位呢 我觉得 虽然还不到 男朋友的阶段 不过呢 我想是比较 谈得来的男性朋友 那我跟他认识四年 好 四年多 你谈得来 不要说高可文 你这样谈恋爱 你们又失败 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 环境啊 工作啊 各方面 其实 自己的时间不是很多 也不能为对方去牺牲什么 所以变成说 大家好像都 停留在那个阶段 就没有在往前 一直都没有突破 一直就是没有达到你想结婚这个阶段 没有 真的没有突破吧 我也觉得事业比较重要 还是因为突破之后 因了解而分开 没有耶 都没突破 没有突破 以后追你一年金的朋友 赶快地寻求突破点 好 那么第三次呢 因为你自己讲成功三次了 第三次 为什么又会失败呢 也没有失败啦 只是说 有一些感情是若隐若隐 第三次没有失败 没有开始就结束了 不算失败吧 没有开始就结束了 那现在这次恋爱什么时候失败呢 这次恋爱还没在恋呢 还没在恋 我们再看看第四任男朋友是怎么说的 哎 这个说到这个依能静啊 那么他跟我是有很生活的关系啊 那么从前呢 当我还是一个清纯的这个中学生的时候呢 他就是我这个心目中的偶像 那么当时他非常的清纯 那么他当然到现在还是很清纯啊 他常常是属于这个做事冲动型的 就是他常常在答应了人家很多事情之后呢 就很容易反悔啊 那么想想最近有一首新歌 这个轰轰烈烈去爱 这个当中有一句我个人相当的欣赏 那么这个唱法是这个 轰轰烈烈去爱干爱干 好 好 好 谢谢第四任男朋友黄子骄 自己招任跟你的关系非常密切 而且把你的新歌唱得很好听 我们再问一下你对自己的事情处理这么好 那因此很多歌迷来请教 有看你都在营养而且而且对歌迷都能做很好的分析对不对 对啊 对吗 对啊 如果那男的对你示爱你会怎么样呢 对啊 对啊 我们偷拍了一段啊 非常精彩的 因为歌迷呢 给他问他本来就跟他示爱 把他给吓坏了 平常自己觉得什么事情处理得很好 真的碰到他的事情啊 到自己头上来的时候呢 可没那么轻松了 好好好 真的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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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连环炮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一年静 今天连环炮这个节目制作单位 对 特别安排我跟我的歌迷来面对面 那听说他有一些话想要请教我这个爱情专家 轰轰烈烈去爱的爱情专家 我最近认识一个女孩子啊 嗯 那 我觉得他很像你的歌里面形容的那样子 那样子 你有一首歌叫做 《落入凡间的精灵》 他 非常的活泼 那他知不知道你 那样子 对他的这种感情 你应该要勇于去表达啊 这就是问题所在 我也不知道他晓不晓得 你这不太像年轻人的爱情观 现在年轻人要轰轰烈烈去爱 要敢爱敢恨啊 对啊 对啊 其实我最想告诉你一件事情 我最想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 其实我心目中的人 我心目中的人就是你 不会吧 等一下 所以去太阳城 你的每一场演唱会我都有现话 可是 现在也在录吗 我说出来这些话真的觉得好舒服 好舒服 对不起对不起 他肯定应该把你抓过来说我喜欢 不要 不一样 不一样 因为 可以吗 不可以 你别闹了 我吓到你了吗 不是 不是 稍微直接而已 你刚才鼓励我要直接演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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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妳講喔 就是 是不一样 不是 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 因为现在 现在不太可能 怎么会这么解法 那 尤其是我觉得 偶像 嗯 怎么讲 你帮我去 好 那我很感谢 那我很感谢 我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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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知道 可是他太像了 你知道吗 你手还会颤抖 我就颤抖 我是真的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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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终于被我们设计了 哪怕那个再镇定 就感情事情 分析再清楚 碰到自己头上 还是搞不清楚的 画个他那位呢 是我们的演员心里 蛮挑出来的同事 难怪也能那么好 大家无奇 这对无奇之有 好 你不要紧张 一人一刀 谢谢 谢谢 好 最后这个小米祝你 有个送给他一只男朋友 一只男朋友 绒毛娃娃 你很爱想一下 杨小冬 我跟小冬一样 都会会赶他咳死 所以我不知道 给你生一个没有 送你一个没有生命的小冬 这个你觉得可以 常伴你左右 是好不好 好 您想要谢谢一年进 待会儿呢 还有希腊美人鱼等着你呢 别忘了继续收看我们的 开口笑 联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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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